- 今晚又說了高靈人士 - 回到香港的Acho 你好嗎? - 是 大家好 - 怎麼樣? 跟大家說一聲 - 什麼? - 什麼? - 打招呼了吧? - 是 大家好 很久不見了 - 大家覺得她怎麼樣? - 紅粉菲菲 我覺得她 - 謝謝 謝謝 - 好的 - 今晚進入我們高靈人士之夜 - 其實我也在節目中說了 - 今晚跟你聊天是有些事情挺特別的 - 很久沒有認真地跟你聊 - 即是你的高靈的心路歷程 - 真是的 - 其實也是 - 未真正深入去了解我 - 為什麼Acho可以跟神溝通 - 跟靈界溝通 - 這個過程中 - 只是我知道 - 我認識你之後 - 就已經有這些高靈了 - 但你之前那些 - 就真的好像沒有怎樣說過 - 因為其實 - 以前覺得 - 首先自己不相信 - 自己有這些能力 - 又經歷過一些事情 - 也聽過一些事情 - 才能確認到 - 是的 - 但因為這個世界 - 一定是有人會害怕這些事情 - 那我就會少一點提 - 即是別人不說起 - 我也不會故意開這個話題來講 - 正的 - 我認識Acho - 其實因為當年要拍棋 - 第一集的時候 - 陰差陽錯 - 阿Paul - 藍秀朗 - 介紹了Acho給我們認識 - 她又會講日文 - 又對靈異很有興趣 - 所以就充當我們去日本的一位的翻譯 - 製片之類的 - 幫我們找了很多地方 - 一起去做一些事情 - 還有做感應 - 上鏡子 - 當初是沒有打算上鏡的 - 是的 - 誰知道有一項 - 你有沒有看到在哪裡 - 在活魚 - 是的 - 活魚那間酒店 - 靈探的時候 - 還有Wiley趙石芝 - 感受一個被殺的女生的情況 - 你就在現場 - 直接看到那個女生出現了 - 是的 - 是的 - 你就很害怕 - 也是的 - 是的 - 因為那個真的很清晰 - 我們要捕捉你的鏡頭 - 所以就直接按了你 - 由那一刻開始了 - 在那段時間開始 - 你有一個靈體跟著你了 - 可以這樣說嗎 - 應該說是 - 那時候我沒有跟你們說我是這些人 - 靈什麼人 - 即是一個高靈的人 - 是的 - 純粹我覺得是 - 接一個工作去做 - 即是帶你們去拍攝 - 幫你們翻譯 - 這樣 - 就沒有想過 - 上鏡要牽涉到 - 你們的製作內容 - 但是那個環境問題 - 又見到 - 又騷擾到我 - 然後Frankie師傅 - 是問我 - 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 我才跟Frankie師傅說 - 其實我就知道他們是不喜歡我們來的 - 是 - 即是不斷想我們走 - 我就跟他們叫做私下交易 - 即是跟他們說 - 我們來拍一拍攝 - 看看能否幫到你們 - 這樣 - 那麼Frankie師傅她知道之後 - 她說 - 你又沒有學法 - 即是你沒有保護自己 - 是的 - 你這樣做其實很危險 - 就像今晚一樣 - 發生了一些事 - 之後她才說 - 問一下她的師公 - 看看可以做什麼可以幫到我 - OK - 是的 - 當時就說 - 不如給你一個靈體吧 - 不是的 - 也不是的 - 她一開始不是這樣說的 - 她是跟我說她問了師公 - 知道了什麼是一回事 - 但師公應該叫Frankie不要跟我說 - 可能因為某些理由 - 我也不清楚 - OK - 她叫我選擇 - 你跟這種感覺一刀兩斷 - 還是想保留 - 是的 - 是的 - 當時你的決定就是 - 我保留 - 其實我問她是否真的要現在決定 - 她說不行 - 她說你現在一定要決定 - 為何這麼有時間性 - 不知道為何 - 總之你一定 - 因為其實Frankie她知道 - 當時有一隻跟著我 - 跟著我很多年 - 而她是拿著我的東西 - 是的 - 我也很老實地跟她說 - 你知道的 - 是的 - 我知道的 - 接著我跟Frankie說的那個東西的由來 - 其實是由我讀書開始 - 是的 - 是的 - 跟著我現在 - OK OK - 之後我說 - 我覺得我有這些能力 - 可能是上天要我做些事情 - 我就選擇保留 - 然後Frankie她就說 - 既然你選擇保留 - 她作為一個師傅 - 她就盡量幫我保護我 - 是 - 她就跟我說 - 她做到的就是派一位 - 他們叫大鬼的 - 是的 - 派一位大鬼來保護我 - OK - 怎樣保護我呢 - 就是把一些會接近我 - 埋我身的那些 - 將他們打走 - 撥開 - 就讓他們影響不到我 - 這樣 - 這樣 - 你就覺得 - 既然我想保留這件事 - 現在有一個在身邊 - 像有一個 - 保鏢 - 玻璃格 - 這樣就 - 這樣就不太好 - 那時候覺得 - 安心一點 - 是 - 因為我很容易聽到 - 尤其是 - 以前讀書7月14日那些 - 吵到分不了教 - 你簡直可能要罵他們 - 是 - 或者之後 - 譬如有事要做 - 要早起床 - 要罵他們 - 你們是不是代我出去 - 這樣 - 要這樣去對付他們 - 嗯 - 之後 - 之後 - 有了一位身體保護我 - 這些事情就消失了 - 真的嗎 - 是 人是定了很多 - 好了 - 這個所謂身體保護 - 是來了香港 - 是 - 她就給了一盒東西 - 她就說 - 你接下來這個旅行會有用 - 裡面的東西是會幫到你們整個組員 - 哦 是嗎 - 我不知道 - 你居然不知道 - 我不知道 - 究竟她有說過給我 - 我不記得還是什麼 - 你一直說 - 是 - 之後她就拿了那個盒子出來 - 她就看到她的位置有三支扶館 - 是 - 但我看到的時候只剩下兩支 - 即是有一支她已經給了我們其中一個組員 - 哦 - 她就拿起了一支她就說 - 這個呢 - 我就派她來保護你 - 嗯 - 我就說我需要不需要 - 你知道 - 聽完聽完又說要上香 - 買益力多那些東西 - 沒錯 - 我就害怕 - 她說其實她已經是修法的了 - 嗯 - 也不需要你唸經 - 不需要上香 - 也不需要有東西供她 - 嗯 - 但你一定要對她很尊敬 - 哦 - 譬如吃飯的時候 - 你要叫她和她一起吃飯 - 嗯 - 即是 - 即是 - 即是 - 保持禮貌 - 現在Frankie在這裏 - 她回答 - 又我這樣 - 哈哈 - 你要補充 - 你要打來講 - 先繼續 - 之後 - 我又覺得 - 如果什麼都不用做都可以的 - 她也有提到一樣 - 她屬於 - 叫做怎樣 - 她跟著我修行 - 叫做 - 而我做的功德 - 我的好事是回向她 - 嗯 - 所以整件事是一個和平共處 - 是的 - 大家會好的 - 是的 - 而剛好就是Frankie的師傅 - 說知道你們有需要 - 原來是這樣說的 - 是的 - 是嗎 - 這麼神化的嗎 - 我記得 - 那時是我們剛剛下飛機 - 我們租了一大車 - 是的 - 而Frankie師傅就開始派一人一隻手牙 - 海底騰來的 - 她就說到她師傅給她的 - 是的 - 連同其他東西 - 就說我們這個旅程是 - 有人有需要 - 是的 - 是會需要用到這些東西 - 結果那個就是你了 - 沒錯 - 那隻鴨也幫我修復了一隻跟著我的女鬼 - 是嗎 - 是的 - 之後有一年我給Frankie師傅去處理 - 是的 - 因為我也很喜歡那隻鴨 - 我就問她還有沒有 - 她說已經沒有了 - 是的 - 所以淵源就是由這件事開始了 - 是的 - 是的 -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這麼奇怪的 - 我本來是不會認識Acho的 - 因為Paul介紹我認識的 - 我打給她的時候她又不認識我是誰 - 是的 以前以為是騙案 - 是的 以為是騙案 - 什麼聲探叫她拍攝的 - 可能要給錢上課 - 什麼給錢上課 - 上床 - 可能是這樣的 - 是的 - 是的 - 很害怕的 - 所以她問過的媽媽 - 媽媽不要啦 - 這些是甚麼人 -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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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想推了她 - 怎料最後覺得這人也不是騙人的 - 因為後來證實到 - 是的 - 搜尋了 - 另外認識的朋友是認識你的 是的 幸虧 竟然在拍攝後 令你身邊多了哥哥出現 這個叫做哥哥 為什麼叫哥哥 為什麼叫哥哥 是你叫他 還是Frankie叫你叫他做哥哥 我記得Frankie叫我叫他做哥哥 這個從此哥哥就在你身邊 沒錯 今天有沒有帶哥哥上來 有 哥哥是怎樣的 你知道他的實體嗎 是的 他的實體 只是一個扶館 是的 他是一個扶館 是金銀銅 裡面應該是包了一些東西 當然有一個男性的靈體 以你所知大概多少歲 是年輕的 其實他生前是泰國軍人 哦 OK 是的 他當初是很有女氣的 嗯 直接感覺到他是整個人在這裡 嗯 然後他慢慢慢慢受溫和很多 是的 即是跟你在一起之後 他的女氣也減少了 是的 是的 因為他也要修行 是的 OK 那為什麼突然又說回這件事出來 就是這麼離奇 幾個星期前 我就找了Acho 去我另一個節目的平台 這個平台那裡 我就找了另一位高靈人士 就是淘貓貓 是的 本來今晚他也會上來 但是他有點身體不舒服 省了時間 我們跟他視像聊天 那淘貓貓就在我另一個節目的平台 因為聊了一些高靈人士 所以他們分享的東西 那我就 咦 那不如我們用視像吧 當時來日本 那貓貓就在錄影廠跟我一起 然後兩個人見著 那竟然間 貓貓就透過視像 看到Acho身邊 咦 你有個靈體 那我叫哥 那我就已經 毛管都動一動了 是嗎 你覺得當時是否都很驚嚇 他講到這件事出來的時候 是啊 其實很驚訝 沒有人講過 沒有 可能有些人知道 我有一個在補和 但是 講到這麼細節的 他是另一個 你也不會作出這個名字 其實也是 是啊 所以由於這件事開始 我更加相信 你們的高靈人士的力量 我是無庸置疑 其實我真的覺得 再推敲起來 再證明這件事 真的有靈界的存在 如果他不是的話 他不會說出阿哥 是 他也說得中他的人種 說得中他的愛表 是的 是一樣的 是的 再加上 其實我也知道 他也可以和神明溝通 譬如有一件事 幾年前 我和另一個朋友 就是 靈童陳小芝 就是去日本 你帶了我去一個地方 是 就是和神明溝通 是 就是地藏王 結果地藏跟你說的話 亦都印證到 靈童所發生的身體上的事 而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說 這些事 真的 完全騙不到人 其實是 簡直是你們好像 人 鬼 神 互相之間可以做一個溝通的橋樑 所以 不能不相信 對我來說 因為我自己親歷其境 所有事情 這些事 一會兒我們再談 那我想問你 以往有什麼個案子 讓你看到 簡直是他 可能被殺的過程 你覺得很恐怖 後來是引證到 有這件事發生的嗎 因為我在外國 我無法引證 但整件凶案 是很清晰的 是 有個女生 她是 帶我去證物的地方 證物是一部相機 裡面有很多照片 看 其實是成人的照片 當中是挺過激的 成人的照片 是三級照片 對 為何讓你看到這 其實是那部相機 那部證物 OK 那個女生 已經被兇手殺死 是碎了屍的 是 回看 原來 那個女生 被人搭散 可能是一個出名的設計師 即是你知他是設計師 知道的 因為他有很多細節 給我看 就搭散 然後就開始相熟 開始拍拖 然後你走得親密的時候 有些事情你會做 誰知道原來那個設計師是有些喜好的 有些特別的喜好 即是特別喜歡拍這些照片 他是會喜歡為別人吃一些東西 然後拍照 吃屎 對 不要緊 因為全部都是成年人 對 那個女生 他不願意 但那些過程 因為那個人是在拍攝 對 然後那個女生 就趁混亂 即是在跟他爭執 就奪門而出地離開 那個設計師 就去追著他 混亂之間 錯手之間 弄死了他 他就叫做不見天日 是 整個過程是讓我看到的 OK 那讓你看到 即是他整件事 最後都沒有人知道 或者那個兇手可能是思條法外 是這個意思嗎 那個證物是沒有人找到的 是 變成那個設計師 可能那些人都知道是他做 但沒有證據 所以就捉不到這樣 那為什麼千里迢迢要給你看 是的 你說他在外國 不知道在哪裡 是 在西方國家 是 但你當時在日本 是的 那你覺得你跟這個女生 是否有特別的淵源 或者你跟他 為什麼會搭通這條線 我覺得可能是7月14日的時候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是的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了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哪集 買哪集 都是可以的 就下載了我們 bigbigair的手機APP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護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